哎呦 口子开得很大 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勇士下手如此很重 当场把外国选手眉骨打开三道口子 然而输掉比赛的选手教练 更是气急败坏的上台要当场挑战他 即使如此他毫不退缩当场接受挑战 他就是来自内蒙的中国勇士张立鹏 从小在草原长大的他就有着一个格斗梦 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搏击 后来征战赛场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首战昆仑爹擂台就拿到十四连胜的惊人战绩 在中国拳坛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凭借着犀利凶悍的拳脚进攻 曾击败多名外国前来挑战的拳王冠军 后来征战汪冠军赛一拳KO对手后 成为首个获得花红奖励的中国选手 当老外得知中国选手拿到花红奖励后 便准备挑战张立鹏 赛前更是张牙舞爪的秀肌肉 不仅如此还推荡挑衅张立鹏 差点把目中无人四个打字写在脸上 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张立鹏三场精彩比赛 对手分别来自每日韩可以说一场比一场精彩 首先出场的这位选手名叫凯文 虽然他现在居住在加拿大 但他老家却是漂亮过 赛前双方就已经大打出手 足以看出张立鹏已经憋了一肚子的怒火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比赛 红色选手中国硬汉张立鹏 蓝色选手凯文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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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见